在比赛开始前 你只需要花上5美元 就可以买到一只贴有标签的小黄鸭 然后就可以拥有参赛资格了 比赛开始后 所有认过的小黄鸭 都会被从桥上放入水中 开始他们的漂流大赛 大家都说这是世界上最公平的比赛 因为整个比赛过程中你无法作弊 因为数万只小黄鸭都是被同时倒入水中 即使你是第一个落入水中的小黄鸭 你也不一定是漂在最前面的那一只 究竟哪一只小黄鸭会取得先机跑在最前面 这个恐怕只有天知道了 这个比赛是国外一家公司举办的小黄鸭比赛 目的是为了宣传保护河流环境和水下生物 可以说是一个公益性质的比赛 但是如果带有你编号数字的小黄鸭得到了第一名 你还可以得到1万美元的奖金 这个小黄鸭比赛每年都会在世界各地举办 每次比赛参赛的鸭子数量不固定 根据当地报名的人数而定 参与者多的时候能有20多万只小黄鸭 参与者少的时候也有上万只 在整个比赛的过程中 任何人都是不允许接触或者用其他手段 让自己的小黄鸭跑得更快的 任何接触其他外力的行为都会被视为作弊 所以说最终是哪只小黄鸭游到前面 完全看运气 大家也完全不用担心这么多的小黄鸭 会给河流造成污染 在比赛结束后 所有的小黄鸭都会被打捞上岸 一只都不会留下来 怎么样 是不是希望你所在的地方 也能很快举办一场这样的比赛呢 好了 本期的高套榜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本期视频的话不要忘了长按点赞支持一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